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OP Channel 我是冠主拉皮 耶耶 好啦 今天要玩的一款遊戲呢 這款遊戲名稱叫做60秒 所以 當你剩下60秒的時候 可以逃亡 你會帶走什麼東西呢 會帶走家人嗎 還是帶鈔票 或是帶一些可能 平常你愛用的東西 那這款遊戲就是 講述在於說這個 末日生存嗎 好像也不是末日生存 本來玩玩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要扮演一家人呢 這個在60秒之內 好好的給他生存一下 我們先用這個 教學模式好了 因為我玩的 我還不太會玩 所以老朋友先用這個教學模式 透過這個怎麼講 死魚眼大叔呢 來掌握這個和戰 和戰的一個末日世界呢 這個生存技巧 經過當局批准 所以我們東西呢 絕對是合法和用的 不開玩笑 好不開玩笑 來來來來來 開始啦 歡迎來到原子末日 抓取牛就可以跳過我說的話 但你每跳一次呢 就會多一顆核彈 亂七八糟欸 那到底是要不要讓我跳啊 不讓我跳吧 我們先移動到這個 黃色的X處 所以這就是我們甜蜜的家 然後我們要扮演的這個是 一家之主 所謂的這個爸爸 那爸爸他名字叫什麼 叫泰德吧 我沒計畫叫泰德 他家這邊有四雙鞋喔 他說 給你發個禽鐵 你趕快到X去就好 這麼兇 非常好 雖然你腿很短 但是 相信你可以跑得很快 我們現在要到下一個 黃色的這邊是不是 哇 這軍官好兇 欸 老婆 老婆 老婆我尿啦 老婆我 我 我踢倒東西啦 好 那現在我們到這邊之後呢 娛樂時間結束了 接下來是攸關生死的訓練 尋找提米 所以我的 兒子吧 應該是我的兒子 提米是男生的名字喔 喔 這是提米嗎 你是提米嗎 原來我的兒子有女裝癖 提米 喔 所以 她是我老婆啦 害我以為提米 所以是 你是提米嗎 所以我的兒子 摧拉法 欸 不是啦 這這這 這是我女兒啦 提米是這個啦 缺科亞這個是提米 提米在哪裡 啊 躲這邊幹什麼 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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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自己 連自己家人都不知道 現在我們抓取提米 她是我們避難所第一個訪客 所以我只要一手呢 提米就被我抓起來了 這老爸真是厲害啊 一手抓提米 然後呢 找罐頭 所以提米是配罐頭吃的 是不是 好特別啊 好這款遊戲就是 你要把你的兒子當罐頭來吃喔 然後我們的罐頭呢 在浴室這裡面 浴室這裡面 誰會在浴室裡面放罐頭 好 湯汁絕沒有的選擇 一罐就可以維持 一家四口一天的這個 食用的食物量 然後現在要找水喔 水是很重要的 這邊還有水 這邊有水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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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裡面沒有藏私房錢 因為正常來講 都會在畫後面藏一些私房錢喔 對啊 或什麼私房內褲啦 或是私房的 好 水瓶 私房水瓶 喔 有水裝都可以了是不是 沒問題 他說你現在一次只能帶那麼多道具 所以我一次只能帶四格道具喔 那我們可以把門打開 這個家裡面都有避難所 哇 所以這個避難所是很重要的 甚至我們自己下面也要裝幾個避難所呢 好 他說你有一堆小食物跟一個小提米 然後現在呢我們要找這個收音機阿 收音機在哪裡 收音機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 你末日的時候呢 發生戰爭的時候 什麼要拿著你知道嗎 收音機 你可以不拿一些什麼錢阿 鈔票都可以不要拿 但收音機一定要拿 因為你沒收音機的話 你真的就不知道說 當你發生末日的時候 那些情報阿 東西阿 完全就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 當過兵人都知道一定要拿收音機 因為他說叫戰守則嘛 當發生戰事的時候 你不拿收音機呢 就 無法知道說要去哪裡集結 喔或是哪邊避難 收音機 這請問這是哪一果花阿 收音機告訴我們說要拿毒藥阿 莫名其妙沒事拿毒藥幹什麼 喔 靠這個東西來救死扶傷嗎 不對吧 這雙邊畫一個骷髏頭 你跟我講救死服裝 吸打他雙氧水是不是 喔 在限時之間之內 收集五樣道具 並且扔進避難所是不是 好好好 要無預警喔 好的 那60秒之後結算的時候 你要站在避難所旁邊才有用 好啦 家人優先對不對 家人優先阿 老婆 啊 my wife 地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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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 欸對 然後水 水要拿 現在時間有限喔 時間有限喔 然後石頭 石頭石頭最快拿好了 因為石頭離那麼近 我先拿遠的先拿遠的阿 呃不要忘記要 要帶玩具 然後 食物跟水 還有什麼東西要拿捏 看一下看一下 欸 欸 4 3 2 1 結束了嗎 啊來啦第一天啊 所以你看我帶了那麼多東西啊 真是厲害 剛好是不是 這女兒不帶也罷 因為胖嗎 欸你這樣不對了好不好 女兒胖 真的 他變瘦術病他變正妹嘛 如果他真的沒辦法 那就把他煮來吃嘛 所以暫時的時候為什麼要吃人都是這樣 好現在ok了是不是 太好生嗎 有人說ok了ok 現在ok了是不是 ok我就繼續囉 好那我們現在 就來到避難所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地圖 剛才隨手剪了一張地圖 還有這個收音機喔 有時候一下都沒有什麼迅速啊 煙筒 筒 提米 瑪麗珍 哈哈哈哈 還有我們的泰德 跟我的老婆叫做德洛利斯啊 德洛利斯 好 那我們現在是我們末日生存第一天啊 我們這邊 你看這個店也有啦 食物水 其實不多 因為我剛才真的手忙腳亂 你爸爸胖你要知道 但是我有帶玩具啦 相信這個如果真的沒東西可以吃的話 西洋棋盤 紅色跟白色看起來像什麼 看起來就像這個肉丸子啊 還有這個什麼東西 馬鈴薯片 好吃 沒關係 吃 好啦 你來到了避難所 恭喜 但是演習尚未結束喔 你必須要 跟你最終帶下來的東西呢 維持一段時間 呃 待一段時間 再也沒有別的了喔 你必須要盡可能在外面多帶點東西 外面的世界燃燒不止 接下來這幾天呢 我會教你如何在這個裡面苟且偷生喔 你要打開這個日記 打開日記的時候可以來探索 或是跟附近的環境做這個互動 或是可以發現避難所有什麼其他東西 第一天 老媽子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必須要分配食物跟水 家人吃不飽 那就沒有重見天日的本錢啦 所以呢 現在開始來分配啦 說 正常人不喝水呢 可以活四天 所以 我覺得我們水這麼少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讓他四天喝一次水 那 其他時間怎麼辦 就是喝自己的尿 喝自己的尿 好 我們先來分配啦 那第一天大家都不喝水 但是可以吃東西 爽吃 但是你要在一家四口 一次就把一罐這個 我們的 番茄湯吃掉 有點恐怖耶 好 第一天熟悉一下環境 如果說你自己不找點事情做的話 換氣散光光的聲音 就可以注意把別人逼瘋 好休息一下 我們明天繼續 安安 安安 安 安 晚安吧 什麼是安安 安安安你好安安 我還可以打 還可以打安安是不是 好啦 第二天了 現在來到這個是第二天 家人呢長得差不多啦 早上好啊 幸存者 你們睡了好覺了 舒不舒服 還待上一陣子 現在我們要開始來分配一些工作了 好 好 交到補給消耗的情況 所以我們還是要派人家出去外面去探索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找誰探索了 世界 馬醫生感覺到安全 在這咖啡灌大小的避難所誰會感覺到不安全呢 沒有情況就是好情況 今天提米這邊沒有情況 提米如果有情況 我跟你講 這不只提米有情況 連馬力爭都會有情況 是一種蝴蝶效應 因為你要知道 在世界的一個角落 蝴蝶揮動翅膀會造成美國西岸 什麼 會有颶風產生 所以在這邊呢 避難所裡面放了個屁 會造成怎麼講 造成裡面所有人毒氣毒死 所以這很恐怖的 好 那我們第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 不喝水吧 讓他吃東西嗎 吃東西 還是讓他們餓一天 我覺得一天都是被吃東西 應該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好啦 那 兩個胖子先不要吃 因為他身上還有脂肪 我們先讓瘦子吃好了 然後現在可以把人家派往這個廢土的公園 跟善顧不一樣 你要帶 如果你不帶防塗面具出去的話 跟自殺無疑喔 哇 怎麼辦 你要派才出去啊 派女兒好了 反正我本來就不是很愛她 我對你沒愛啊 女兒 女兒就這樣出去了 女兒現在 出到我們這個指派的地點 這看起來像是市中心喔 那 我老婆呢 一樣依然死於眼 那兒子呢 一樣依然這邊摸一摸 他就開始膨脹 開始變硬 開始變大 開始變粗 好 那 翻翻翻 番茄汁也太噁心了吧 我們步槍一樣 希望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啦 一會兒就會回來嗎 可是如果是劍波人的話 他出去好幾天 喔 這樣子喔 提米給他喝點水怎麼樣 他看起來不太好 所以大家都要 大家都需要喝水 希望喝水好 然後女兒呢 就這樣被 被 被除名 什麼意思啊 他說我是一個軍人 所以不會憑想像做事情 但是你可以發揮想像力 如果你的孩子碰到了倉鼠 也不知道從哪裡鑽在一個避難所 孩子很喜歡倉鼠 當然你也很喜歡 有食物同懷送包裝是好的 想要做出決定 你要吃還是不吃 吃啊對不對 有東西可以吃你不吃啊 欸第十天啦 不是說女兒要回來了嗎 欸 你軍人把女兒帶在哪裡去啦 莫名其妙啊 還我女兒好不好 他說明智之覺認真需要吃東西 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抓到仙弄可是難上加難了 他說在更苦難的時候 更艱苦的時候 就沒有倉鼠送上門了 提米看起來不錯 現在看起來大家都還不錯 要分配了啊 現在第四天嘛 第四天還不用喝水吧 那大家先吃一個罐頭 昨天吃過倉鼠豆 那不用吃 想要省一點 他說你可能遇到 需要使用裝備的時候 但是你會 嗯 不知道 你會發現沒有救命所需的道具 所以要拿到正確的道具 記住 所有的道具都是有某樣用品的 你今天你想做什麼 插插槍 聽聽電台呢 還是拿手電筒 照牆壁上面模仿小兔子吧 這個 你是肚子餓婚了是不是 這個牆壁的肚子照一照 覺得哇還蠻好吃 然後開始吃 乾了鋼筋水泥土 有人說開始清槍 好啦清槍 好啦清槍好啦清槍 可以慢慢來解釋 欸 女兒回來啦 唉唷 身上還被割了好幾塊肉走 什麼鬼 想法不錯 讓這些武器保持在工作狀態 是你最優先的事想 記住 即便他們壞掉了 也有可能有機會 可以修復喔 只要幾根口罩糖 或是鞋帶就可以了 好消息 他們回來了 好 女兒回來了 他現在發燒了 女兒居然發燒了 怎麼會這樣 哇 I want a cake 我需要一個蛋糕 欸 哇那怎麼辦啊 我現在要給女兒醫療嗎 可是我們只有一個醫療包 如果用完就沒了欸 對不對 給備用糧食吃醫療包 很浪費 好吧 喝個水 水明天喝好了 先先吃食物 三天吃一次就好 真的假的 可是我現在好像兩天吃一次 有點浪費 好 大家早上好 你可能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在這個原子彈的避難所裡面 作者到底有什麼軟用 什麼是軟用 為什麼不出去呢 出去就是死刑 即使是輻射病殺死不了你 巨大的變種蝎也會弄死你 你可以相信我說的話 你們唯一的機會呢 就是等我們的部隊到達 所有的一個好的市民 只需要等一件事情 就是跟美國的軍隊聯絡 並等待救援 現在要給大家喝什麼 大家好像快死掉了 好吧 喝個水吧 不不不 今天救援不會來 最終還是會來救你 你需要保持你的收音機正常運作 然後還要去這個廢土冒險準備 多小心 外面不只是只有我們的士兵 還有歹徒或更壞的人 如果敵人發現你之後呢 想想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了 所以在這演習當中 我們只有兩個 只有第一個規矩 只有別人敲兩次門的時候 你才可以開 懂了嗎 兩次 兩次 所以如果有人不小心 敲了三次 就不要開門 翻譯超爛 這翻譯是還蠻爛的 但是 至少我們也沒有好 哈哈哈哈 不然你們也看不懂嘛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第七天了 第七天 可是我家的還差不多 你看 大家都還是一樣很爽 我覺得 真的 瑪莉珍好像也 好像也沒什麼差對不對 我一開始變瘦了 好啦 等一下 繼續 嗯 吃睡喝嗎 好 大家都看起來不錯 第七天嘛 第七天要吃東西還是喝水啊 先不要吃好了 四天吃一吃 到底是演起來真的啊 為什麼搞得像真的一樣 我是不是被騙了 好我們看一下 現在是第八天啊 第八天有Superman出現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就會仔細盯著門口看 我們救援小隊友神 隨時都可能來救你 世界末日劇本 這也太簡單了吧 沒什麼難度啊 對不對 這遊戲 這遊戲 第八天嘛 請教室好了 有人到門口來了 你能聽到幾下敲門的聲音 如果你仔細聽的話呢 每次敲三下的頻率 要開門嗎 好想開喔 開一下好了 欸搞不好它是那個什麼 生活大爆炸裡面那個消等有沒有 等等等等 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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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開 啊不管我開 第九天 開了之後呢 我知道數學很難 我完全贊同學校取消數學這個科目 但是 麻煩你告訴我 怎麼樣才能把三下認做是兩下呢 只有敲兩下之後 你才可以開門啊 如果真的世界摸人的話 可能就已經有人 拿著你一條腿在上面烤了 這個 被罵了 煞爽啦 怎麼樣啦 不爽你喔 欸又來了是不是 然後海中屬羊的時候呢 又有一個系列的敲門聲 影響你的專注 有人拼命的敲你的門 不得到回應他們是 不會三八甘休的 兩下 兩下 這個模式不斷的重複 你要開門嗎 開啊 結局了 哇 出去了 謝謝 救援你可以吃蘋果派 我東西還沒吃完耶 好爽 通過了演習 所以只有 演習只有十天而已啦 演習只有十天 你不開門應該會被嗆吧 他把你門炸破 他把你門炸破 好啦 各位觀眾 好 我們現在就要繼續正式的啦 正式的難度呢 跟剛才完全難度是完全不同的檔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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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